Hyundai Sonata 这款韩系房车曾经在我国锋芒毕露 当年的这个六代车型因为采用流体雕塑的设计风格让它显得非常的时尚 加上配备方面还有这个价格都很有诚意 因此吸引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当年有一台这个六代的 Sonata 算是很危险一下的啦 不过后来推出这个换代车型过后啊 这款车它的销售就大幅下滑 而如今 Hyundai Malaysia 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截然不同的八代 Sonata 今天就让我和小明来为大家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厉害 最新的 Sonata 采用 Hyundai 全新的家族设计风格打造啦 这个家族设计语言被称为 Sensious Sportiness 那这个前脸造型啊我觉得可以用存在感非常强烈来形容 它非常的夸张包括这个大型的水象护照 还有横跨整个车头的这个镀铬胡须 同时呢引擎盖上方这边也是很有肌肉感的感觉啦 这个车头我估计你在 Car Park 的话肯定不会找不到这台车 那它的这个头灯组采用的是一个巨正式的 LED 配置啦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这个 LED 灯条 它不只是这样哦 还要慢慢延伸上去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镀铬式条啦 那 Hyundai 它就采用了这个激光石刻工艺啦 用不同的强度来去刻这个 Chrome 制造一种渐变式的一个效果啦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 Chrome 然后慢慢下来 像这边就是这个 LED 灯条了 非常的酷 不过相比起车头 其实我更喜欢它的这个车车设计 它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这个 Fastback 6 倍式车钉 看起来就非常的运动化 那得益于它采用这个第三代的平台打造 因此它的重心非常低 所以这一款车其实是非常的低爱的 它甚至比我的觉得它还要矮哦 还有就是这个车身线条 我觉得 Hyundai 的设计 其实应该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来打造出这个车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腰线 采用这种硬线条的设计啊 非常的锐利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帅的感觉 还有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车裙设计 我觉得很少车可以做到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urve 啦 这个设计啊 尤其是在这种房车身上 我是觉得很漂亮啦 那除了长到漂亮以外啦 它的这个车车的这个线条 这个轮廓也让它的风阻系数非常的低 只有 0.27cd 而在轮胎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 18 寸的双色轮圈 多福斯的设计 中间的这个盖呢 还有一个 Diamond Cut 的设计啦 我觉得呢 这个造型啊 就让这台车看起来比较高贵 有符合到它的这个形象啦 而轮胎部分 它采用的是一个 235 45 18 的尺寸 原厂表配的这个轮胎 是 Continental 的 Premium Contact 6 这条轮胎可不便宜哦 我估计应该一条的话要 700-800 左右 车尾和车头一样啊 就是很具有争议性 不过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车尾造型啊 和第四代的 Sonata 有点像 当然是现代化了很多啦 HUNDAY 化谁哦 可是呢 这个尾灯 我是觉得它的这个 横观整个尾门的这个设计啊 这个灯条啊 这个灯条啊 很酷 而且晚间的变速非常高 它打开的时候啊 也是一种很帅的感觉啊 那很多人就讲这个 尾灯造型很熟悉 所以有点像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 它因为和这个尾翼 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啦 所以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帅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 风道的设计 嗯 这个设计可以 老实说啊 那这台车啊 我在看照片的时候就觉得 诶 怎么长这样子的 可是现在看了实车过后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个造型 就是很时髦 很帅的感觉啦 是一辆实车比较帅的车啦 和我一样 没有错 它的这个打开尾门的方式有点特别 在那个logo那边的里面 打开了过后 它是没有一个电动尾门的配置啦 可是 它弹上的这个速度是蛮快的 所以还是很方便一下 那它的这个尾箱容量啦 是510公升 我个人这样子 眼睛看了一下 我觉得它的这个优势是很深 然后整个够平 所以基本上你要放大型的物件 甚至你要放下整个我 我觉得也不是问题 蛮轻松的 而且是一个地台的高度刚刚好啦 加上它的这个开口设计也是 就是都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感觉 这个开口我觉得 呃 你放东西进去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设计 然后 这台车是有支援这个六四分离后座倾倒的 所以 你要去IKEA也是可以 我国的这个SONATA 搭载的是一具2.5L的Smart Stream自然机器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多点喷射技术 主打的是更加出色的油耗 还有就是动力表现 那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180PS 峰值扭力232Nm 以同机来讲并不会太过俗鞋啦 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自排 那同时呢 这台车它是有四个驾驶模式的 分别是Eco Comfort Sport 还有一个被称为Smart的这个驾驶模式 究竟它的表现如何呢 待会我就试一下给大家看 现在我们先去看看内装部分 我国的SONATA 在内装部分是采用双色的设计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相比起对手啦 它是比较有活力一点 像我这种年轻人就比较喜欢哦 而且这个配色还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 只不过这个颜色呢 是根据你的车身的颜色来做调整的啦 不是说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除了这个配色以外啦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中控台的设计 也是很不一样 很有韩系的这个风格 那包括像是这个前方的这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呢 呃就非常的高清 很科技化的感觉啊 这个就让我想到Samsung 同时呢这个悬浮式的主机 虽然它不是外国的那个全尺寸的屏幕 可是这个8寸呢我个人也是觉得蛮够了 而且也是一样都很高清的感觉 中间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恒温系统啊 这个面板啊 让我想起了LG的家电 整个呢真的就是安用Haseyo的感觉 那还有一点它比这个同级稍微特别的 就是这个东西 排档杆 对它采用了一个电子排档键的设计啦 这个看起来就比较Attack了一点 可是呃 实际操作起来啦 你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错 蛮酷的 再来配备部分呢 这个Sanata也算是很丰富的啦 首先它的这个唱机呢 就支援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功能 这个我觉得以现在来讲是蛮重要的啦 然后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无线的这个手机充电插座 这个手机充电插座哦 它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具有这个温度的感应器 就是当它侦测到你的手机过热的时候啊 它会主动帮你的手机降温 这个哇 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彩色的抬头显示器 以及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系统 这个360度呢 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 那就是它拥有这个 车侧的盲点显示系统 但是这个车侧的盲点显示系统呢 它的显示并不是在这个主机 而是在前方的这个 全液晶显示意表盘上 而且是左右都有的同时啊 它的这个显示也是蛮清晰的 但是在我实际操作以后啦 我是觉得 我要把这个视线稍微放下来 然后再放上去看外观的这个环境 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啦 不过有这个功能很不错 虽然在配备方面很丰富啦 可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SONATA在安全性方面 就稍微有点不足了 因为它并没有导入这个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唉 那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这个驾驶座的部分好了 这个座椅呢 是支援这个八项的电动调整 而在这个副驾驶的部分呢 则是四项 这个座椅呢 它的这个支撑性其实是做得蛮好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Hyundai 它是主攻专攻这个美国市场 所以这一张座椅呢 它的这个尺寸其实是有点老美的设计 在支撑性方面呢 像我这种体型比较娇小的啦 我就会觉得有点宽松的感觉啦 但是支撑是OK的 还有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方向盘设计 手感很好 然后这个设计很特别很寒细 重点是它有这个 Teader Shift 在后座的部分呢 首先我要先称赞这个椅垫的高度 它并没有因为这一台车 采用这个低矮式的车顶线条 而牺牲掉这个高度 它的这个支撑性还是十足的啦 然后在头顶部分 其实我并不会觉得局促 我的身高是168cm 那这个低矮的线条 并没有影响到这一方面的表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挖空的设计 我记得Ivan 有控诉这个东西啦 那我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身材比例 有点不对的关系啦 而在腿部的这个空间表现部分呢 并不会有让我惊艳的感觉啦 但是我觉得是够用的 前方是我的这个标准坐姿 那再来讲一次啊 我的身高是168cm 那这个腿部空间呢 有两个拳头多 两个拳头半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完全是够用的啦 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我刚才有试做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确是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也不会太过影响到这个舒适性 只是如果可以的话啦 我觉得身形比较娇小的人 坐这边会比较适合一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后座的空调出风口 下方呢还有一个这个USB的插槽 这一方面还算OK啦 至于椅背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这个倾斜角度啦 是一个重点 因为它做到刚刚好 我这样子做的话 我是很舒服的 这样半躺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斜度 还有它的这个座椅的支撑性啦 以坐长途来讲 这会是一台很舒服的车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Unrest Unrest 里面有两个背夹 那当然这辆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了 它有这个全景天窗 哇 这个真的是加分了不少 那在试驾之前 我先讲一讲啦 我发现到在我切换这个驾驶模式的时候呢 哇 这个仪表盘的这个 它的这个切换过程很酷的感觉啦 虽然说有点lag 但是那个画面很漂亮 我现在就使用这个Comfort模式来开这台车好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台车最适合的是这个Comfort模式 我先讲它的这个底盘表现好了 其实这台车哦 它的这个重心真的是有在底 然后加上我可以感觉到的是 这个底盘还有这个车体的钢性其实是很好 很紧凑 很一体化的感觉啦 整个就很solid 加上它的这个悬吊行程其实是比较短的 也比较紧 这样的设定呢 就让我想起了Toyota的TNGA平台 没有错 它的这个setting其实是有蛮像的啦 我觉得这样的设定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这个悬吊 你可以调到偏软来照顾这个舒适性 尽管它采用的这个轮胎其实也不算很厚 但是呢 你开着它你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Cushion 垫子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的隔音表现也处理到很好 NVH 啊 震动啊 还有这个风切身这些都 其实都隔绝到蛮好的 那这也是这种底盘的这个最大好处啦 不过这种洞 完全是有一真的是你会感觉到有一层东西这样子 过滤然后就很舒服 可是呢 同时啦 这个底盘又带来一个很运动化的一个驾驶感 它的这个方向盘其实是蛮紧凑的哦 而且转向其实蛮精准的 加上它的这个车体啊 整体很扎实很一体化 所以当你在过弯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的这个反应很及时很紧凑 整个车身的动态啊 其实是蛮灵敏的 这一点是让我感到surprise的地方啦 因为我没有想到 SONATA这一款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当然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低重型的底盘设定的关系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啊 其实蛮全面的啦 就是你能够坚固到舒适 你又可以带给你一个比较运动化的一个驾驶表现 这台车无论是驾驶 舒适性还有在这个操控方面 其实整个setting都可以用很好来形容 只不过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我在山道进行了稍微的试驾过后 我觉得它还是稍微缺乏了那个韵味 就是那个味道还是没有在 简单来讲就好像一个歌手 它的歌唱技巧还有它的这个歌声全部都很好 但是它就是唱到没有那个感觉啊 差不多是这样子啦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台很有驾驶得趣的车 那在动力方面呢 它这一具2.5L的自然机器引擎 在起步方面很轻快没有问题 然后加速方面也是很充沛 这一点我觉得以日常驾驶来讲 以平常这样开来讲它完全是胜任的 只不过唯一比较不完美的地方 是这一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有时候似乎不够积极啦 这也是许多韩系车面对的一个问题 它进档很勤劳 可是当你需要额外的动力 又或者是你可能稍微比较 需要多一点激情的时候 它的这个退档啊 就不够及时啊 它的逻辑可能还不够成熟 但幸好是这台车有这个换挡波片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需要更多的动力的时候啊 我就直接降档 它也能够做到马上就直接退档 而且它的这个极限其实是蛮高的 我可以拉到很高转 它都不会自行进档 所以这一方面呢 也多少弥补了在驾驶乐趣方面的这个不足 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是一台能够带给你驾驶乐趣 但它又很舒服的一台车 那其实这几天的这个试驾体验呢 我也是有当了这台车的这个乘客 包括坐副驾驶 还有坐在后座 我的感觉是坐这台车 真的是很舒服 然后它是一辆我会想要做长途的一台车 相比之下如果你问我的话 虽然说这一辆车它的这个驾驶乐趣是蛮丰富的 我本身也会蛮想开这台车 可是如果相比之下呢 我会更加想当这台车的乘客 我觉得这也正好完美符合了 Sonata 这个商务还有家用型房车的这个定位啦 这一点我觉得 Hyundai 其实是做的蛮成功的 它的这个车侧盲点显示系统其实是蛮不错的 而且是左右都有 然后显示也蛮清晰的 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 就是我还要一边看路 然后我要低头这样看这个仪表盘 然后再看路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啦 去适应 这个功能其实相当的不错 全新的这个2020 Hyundai Sonata 在我国只有单一车型就是2.5 Premium 它是从韩国整装进口的 是一辆CPU的车型 售价方面呢 原价是20万6888令吉 但是首50名车主买的话是有Discount的 你只需要用18万9888令吉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那这台车整体表现其实我都是相当满意的 像是它的这个驾驶表现啊 乘坐表现都是合格 甚至我觉得是在中上 中上的一个等级啦 包括这个外形方面呢 它也是非常的有个性 我觉得最能够凸显自己的就是它 包括这个车车方面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 它甚至比这个Mazda 6 还要更加的新潮 但是呢 这台车还是有挑剔的地方啦 首先就是这个动力组合 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再好一点啦 还有就是在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方面 如果说这个Hyundai Malaysia 可以把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带到我国 然后以同样的价格卖这台车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把那个1.6 Turbo也带进来 然后卖这个价钱的话 那我觉得这台车要有所作为 要恢复当年的这个光辉啊 基本上是不难的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台韩系来的奥巴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踊跃发言和我们交交流 喜欢这一期的这个试驾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分享按赞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